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中震荡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港中震荡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震荡糕好吃不上火 下载励志新闻 换个角度看相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趋约会APP 百合网 世地家园网 励志网 《非诚勿扰》微信公众号 或者线条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致推女生由百合情感提供测评支持 来百合情感解决你的交友困惑 《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每周六晚21点会员抢先看 有请今晚24位美丽 深大爷之提供的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素纯香 爱恒远 吃好醋 选恒顺 三位老师好 然后台上的女嘉宾好 各位向上的来宾好 我叫万超强 我今年32岁 来自广州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这种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带她去 最浪漫的海岛游泳 哪一些热带海岛呢 每一个海岛 她就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巴厘岛 它是世界冲浪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我去潜水的话 我去过最漂亮的地方 是马来西亚的 香美娜的斯巴丹 哇哦 帕劳的话 它有一个水母湖 它里面的水母是粉红色的 很漂亮的 所以说每一个海岛 她的特征都不一样 来 女生们喜欢哪些热带海岛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丁雨婷 来自安徽 然后我也是一个 有着自己珠宝品牌的美业老板 我的爱好很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旅游 她去过好多地方我都去过 鲜本娜的海岛还有巴厘岛 还去过希腊的圣托妮妮 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 就是希望以后 可以跟着我的男朋友 一起去旅游 在最美好的时间 最美好的风景里面 有你可以陪伴的那一种 有你可以陪伴的那一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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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在鲜本娜的 那个岛上拍的 哇 好漂亮 3号 大家好 我叫菊涵 我来自海南三亚 其实我就是一名冲浪教练 哇 我非常喜欢户外运动 有冲浪啊 潜水啊 我唯独 我真的是不会游泳 嗯 想问一下你 可不可以我教你微波冲浪 然后你教我游泳呢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有空可以来三亚教我玩 好的 冲浪教练不会游泳 就是他有信心绝对不会掉下去 好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他在伤心的时候总是喝酒 你的前女友一不开心就喝酒啊 他开心也喝 所以我就但凡爱喝酒的跟开不开心没关系 他就是爱喝酒 来 我帮你问一下 我最爱问这个 台上爱喝一点的女生 举手我看看 你自己看一看 以前我告诉你 12年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台上举手 两三个而已 还羞羞达达这样举 现在我一问 哗 20个人都这么举 怎么办这个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人在不开心的时候 她的情绪呢会低落化 饮酒会过度 对身体第一个不好 第二个来说 女孩子喝多的话 其实对自己的安全很 就是 懂你的意思 24号 男嘉宾你好 你前女友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喝酒 在我看来呢 她可能是 对于自己心情的一个调解方式 对啊 我想知道的是 你在恋爱中 你女朋友不开心了 你会做些什么举动 调解她的心情 帮助她不去喝酒呢 我会做她喜欢吃的菜 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电影 那么多菜都不喝两杯啊 做她喜欢她开心的事情 直到她开心为之 我会陪着她 看第一条片子 雪山 湖泊 一缕阳光 梦中遥不可及的山川和古镇 化作触手可及的风景 你好 丽江 我是万超强 2015年 离开广州 只身来到丽江 选择了民宿行业 踩过坑 躺过雷 七年打平 丛林开始 终于 曾经的行业小白 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经营服装直播行业 同时 并有四家属于自己的民宿 设计是一家民宿的灵魂 民宿里的一砖 一石 一瓦 都是我的心血 细节就是提升居住幸福感的关键 欢迎来到我的民宿 你们看到这棵树了吗 这是我当时亲手种下的 如果你们也喜欢安静 我会推荐你们来我的小木屋 走 带你们去看一下 在小木屋 你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 没有电视 也没有托运仪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私人空间 当然 如果你想临近真正的大自然 那就来我的星空帐篷营地吧 运龙雪山脚下 天天鸟鸣 闻闻花香 这就是真正的生活吧 我还准备了一份惊喜给大家 在这里 你们还可以喂一喂我们可爱的小鹿 来 小鹿们 开饭喽 来来来 不要抢 不要抢 来来来 看到这个我眼睛了吗 立天的星空很美 打开窗 这是漫天的星辰 不过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还有一条手你的专属服务 我热爱厨艺 喜欢菜场的人间烟火器 买菜做饭 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 如果你来 我会做自己最拿手的猪肚包机 让你大饱口服 立江今日多云 天气请好 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或多或少都住过民宿吧 分享一下你们住过的民宿的体验 无论是特别好的或者特别不好的 变球远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出门旅行 去旅游 我从来不喜欢住酒店 我只喜欢住民宿 我到这个城市去旅游 我去住他们那边的民宿 我也是可以感受到 当地的一个分土人情 以及这个人对于他民宿的 这样的一个诠释 而且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三十多岁了 可以跟我未来的老公 我们在立江开一个民宿 我们每天在里面做做饭 和我们的客人一起去分享美食 然后可能再喝一点小酒 这个就是我最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二十三号 大家好 我是二十三号女嘉宾 我叫张薇 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 非常开心今天遇到我们的男嘉宾 我想说的是 其实住在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陪伴你 一起去欣赏美景的那个人 而且你说你喜欢烹饪美食 那我会做一个南京非常有特色的 南京小龙虾 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亲手做给心爱的人 是一定要尝一尝 我们的南京特色小龙虾 可以 可以 你们南京的小龙虾还是好吃的 你在立江有几家 就四家是吧 我在立江有三家店 大理一家 这是你的 对 这是我的店 这是立江的店 好漂亮啊 这是星空帐篷 它就在那个月龙雪山下面 就是环境非常好 你这个看完 我感觉变秋月的人生理想 就差一次牵手了 给你牵完了 它全实现了 这个是不是有季节的要求 它冬天会比较冷一点 然后其实我比较推荐是春天或者秋天去 因为夏季是雨季 这个就是秋天 初秋的时候就很漂亮 好美啊 对 然后晚上的话 这个是之前我的客人在这里拍的 用相机拍的 好浪漫 3号 你好男嘉宾 刚刚看到就是宁静的民宿可以去喂小鹿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客人自己带着宠物 是不是也可以录住你的民宿呢 我们民宿是可以带宠物的 那如果我的宠物有一点大呢 你是骑马去的吗 不是 我的宠物是一只羊鸵 有多大的羊鸵 你比划一下 你岁四个月差不多跟我一样 对 一米二 比我矮一点 你一米三 好大只 它跟我们住一起 然后它可以在我房间里 也可以在阳台 所以能不能以后就是带羊鸵去你的民宿呢 男嘉宾 可以啊 没问题啊 因为我那个在丽江也有羊马 有多少人有过念头换一个城市生活 如果没有那么多现实障碍的话 5号 我比较喜欢去厦门 因为去厦门旅游的话 一下就爱上了那座城市 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当时回来为厦门写的一段话 如果再去厦门的话 我想去黄措看日出 再去夏波尾 和夏午茶 然后沿着芙蓉隧道穿过美丽的夏大 当我提着行李箱要离开厦门的时候 抬起头我才发现 美丽的环岛公路是厦门给我最后的礼物 然后如果下次去厦门的话 记得去南普托市还原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直平安喜乐 所以我当时就是特别用心地记录了这座城市 一看就是一个人去的吧 15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5号女生杨晓晴 今年27岁 是一个餐饮店老板 我也是普生图长的广州人 然后呢 如果是给我选择的话 我就会选择在广州 因为广州就是生活很惬意 所以我就喜欢待在广州 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呢 我第一次来啊 好 难怪 他要是第二次来 我就觉得奇怪 这样的口音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吗 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是 你想不想生活在别处 他的答案是不去 就此地很好 哪里都不去 21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刚刚看你的那个VCR里面 看到很多就是你那个做菜的图片 就是没想到你这个做菜这么好 然后我是就是自己做菜的时候 是喜欢在最后一步淋上锅边醋 而且特别适用我们的这个 恒顺香醋六年成 它不仅可以增香脾胃 而且有益健康 然后想问一下男嘉宾做菜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 做菜啊 我觉得做菜怎么说是一种天赋吧 我个人觉得 这是男嘉宾做的吗 对 这真的是一种天赋 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天赋 各种氛围都有 还有白酌的香 那是男嘉宾剑乐菜的戏 我是山东人 我是做卤菜比较拿手 哦 你是山东人 对 我是卤菜比较拿手 然后做乐菜跟川菜也还可以 你做这样的菜还要求女朋友不喝酒 我真是太难为人了 周老师他本来不喝酒 看到这么多菜 要不我试试喝一点 好 来看下一条片子 你能接受恋爱中的那些安排吗 我叫我过一个有点霸道的女生 给我出去玩呗 不行 我一会还有事呢 我不管 我都定好了 只要他需要 我必须无条件地陪他玩 一次旅途中 他把计划拉满 下了飞机去酒吧 行程结束又去酒吧 深更半夜还要去酒吧 在我看来啊 旅游就是应该轻松愉快的 我可以迁就着你 但不意味着 我一定要惯着你吧 旅途结束 我们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女孩 我被她的才华吸引 最终我们变成了恋人 也变成了生意合伙人 但慢慢地 我发现她在工作中越来越强势 我和她沟通事业上的分歧 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 还卖掉了房子 这是她的决定 朋友都说我有点傻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业 男人嘛 应该多付出一点 后来我发现 她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女生 对于我身边的异性总是很敏感 甚至要提出和我交换微信 在我看来 即使是夫妻 也应该有自己的隐私和空间 所以我拒绝了 但她常常使用激进样法对我说 你不给我密码是不是心里有鬼 情感上的束缚 经营理念的不合 我们渐行渐远 我提出了分手 在未来的感情中 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信任 足够的信任 才能让关系更加长久 相爱的人陪伴在身边 就是幸福的 《玉龙雪山》很美 我在这里 你会来吗 看了这条片子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她为什么那么不太喜欢 女生喝酒呢 她喝到什么程度呢 她是天天顿顿都要喝呢 还是一次会喝很多 我觉得她经常会喝酒 一个礼拜七天的话 她得喝个四五天 而且她酒量不好 她一喝酒就会把自己喝醉 然后就很醉很醉的那种状态 这个确实不太合适 14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4号女生 然后我叫何晓莹 也是来自广州的 然后我现在是从事人事职员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更加介意女朋友喝酒 没有量 而不是介意她喝酒吧 差不多 其实跟朋友聚会喝酒 吃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懂得这个量 你不能说你喝一斤白酒的量 你去喝一斤半 那就断片了嘛 这个事不光是对女生 对男人也一样 爱喝点酒的人很多 都要控制在自己 不要失态的那个肚里面 是吧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你的VCR里面 就是你的女朋友疑心病很重 但是我觉得她疑心病重 是因为她太喜欢你了 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让她很没有安全感吗 所以她会这样子 其实也并不是 因为怎么说 有的时候她就会问你在跟谁干嘛 其实我都会给她看的 但是我给你主动看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偷偷地看或者你干嘛的 这个是属于盗窃别人的隐私 我不喜欢 但是如果我主动给你看的话 这个就没有什么 王文文 男嘉宾 你好 我叫王文文 然后来自于江苏徐州 我特别能理解男嘉宾的感受 因为我之前谈的每一段感情 他们就是莫名的疑心病也很重 就拿我前人来说吧 我跟他交往两年期间 他把我手机翻了底朝天 但是我连他手机的锁评密码都不知道 然后甚至可能说会把我手机 就是四五年前所有的购物记录 都会翻出来并打印出来 然后其实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也给够他们安全感 干什么也会跟他们说 但是就是莫名的多疑 有的时候就可能真的是不合适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块 这个信任度是相互培养的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极致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他的原因吧 我个人觉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下面这么多 就是在聊看不看手机这事吧 感觉 这个看不看对方手机 无非就三种情况 一种是一定要看 一种是不要看 一种是可看可不看 没有哪个说一定对一定不对的 但是呢其中最糟糕的一种 就是我要看你的 你不能看我的 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我前任的话 就是我不会去窥探 别人隐私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我不看他的话 他也会没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我是因为不爱他 所以不去查他 分手 分手就对了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希望你的另一半 是适当地去询问你一些事情 还是怎么样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主动告诉他 而不是让他去询问 最后一个问题 2号 终于到我了 真的 我觉得你是我的 心中的那个制腿男生 你的两段VCR 让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浪漫 很有仪式感 然后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 但是是一个细腻的人 我想告诉你 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在前两段 我觉得你的前女友 或者是你认为他们 可能会有点霸道或者强势 你还会再建议 就是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吗 因为我也是那样的人 但是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 我会非常尊重别人的隐私 因为我也不喜欢别人看我的手机 我能接受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互理解 男生我觉得 他肯定是会照顾女生的情绪多一些 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其实都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你第一个出场出来的时候 我是有点激动的 然后看到你两段VCR之后 我是心动的 我想问你对我有心动吗 如果没有我就没疼 我很难受 这种话是不是要霸道和强势的提问 我建议你不这么问 因为还有另外两个女生留灯 她的这个回答 你会让她非常为难 我说回来我可爱一点 第一眼看到你很激动 现在了解完很心动 我希望你对我可以保持心动 我希望你对我可以保持心动 这就好多了 好的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2号 3号 23号 来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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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1号 4号 智推女生是 万超强的智推女生是 稍好渍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尘 为您揭晓智推女生 明朗活泼 谦虚有理 温和耐心 热爱运动 充满活力 生活当中在意秩序感 追求舒适平和的生活状态 感情里非常地会疼人 脾气超好 乐于付出 而且包容有爱 不惜冲突 女生知书达理 端庄大方 温暖有爱 有好胜心 感情当中非常在意彼此的精神连接 理性而且慢热 乐于付出 在意仪式感 两个人都是对待感情非常认真的人 男生热爱生活 会带给女生很多精细和生活的体验 女生积极上进 知性温柔的性格 也会让男生觉得很安心 供两位参考 好 来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张薇 会烧菜的美食家 被事业耽误的美少女 想要这样的你 你选一个 想要这样的你 三 希望你是一个 可以和自己一起热爱生活的人 希望你能保留一些天真和浪漫 相信我们可以互为依靠奋斗出美好的未来 因为我是做地产战略投资的 然后工作也相对是比较稳定 而且是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在婚姻生活在一起的话 一定是能够共同承担生活 我们一定是互为彼此这样的一个依靠 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 不仅仅男人是女人的依靠 其实我也可以是你一个坚强的后盾 如果你觉得在外面压力很大的话 放心 还有我呢 李嘉兴 无辣不欢 我的坚持 我的近期歌单 我的坚持 看条片子 最初学舞蹈 只是妈妈想让我提升一下气质 没想到却成了自己长久的坚持 并逐步发展成了事业 也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最擅长的是国标舞 未来打算继续发展我现在的事业 希望未来的男友 也能支持欣赏我的爱好 腾锐 我与保龄球的故事 我的爱好 我的小宠 我的爱好 二 喜欢唱歌 因此学了吉他 但是吉他没学太好 被选成了主唱 在乐队里唱了五年 丁雨婷 力所能及的小事 和你一起看世界 朋友眼中的我 和你一起看世界 一个人跑了很多国家 也去了很多城市 但没有一个地方 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的 希望接下来的风景 可以有另一半分享 最后一个问题 来问他们四个 你觉得两个人出去旅行 什么样的还是最浪漫的旅行 住他家民宿呗 换着住 来来 张维 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因为平时真的是工作比较忙 我为什么希望另一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就是我突然间有的时候在回忆 我们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到最后还是归于 能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能够去 共同携手相伴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起 去共同寻找我们的诗和远方 谢谢 就是我跟上一位女生的有点相似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的男朋友 我跟他一块出去 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很开心 因为我比较慢热 然后我特别希望就是和男朋友一起 不紧不慢地去进行一段旅行 我觉得最浪漫的最舒适的 就是不管去任何地方 都不会让你有陌生感 就是把我们的家 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对 廖都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 你的决定是 恒顺乡租六年城 你的决定是 我选择 走过去就好了 走过去嘛 好好看 还是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人之蛋糕 使用的浪漫海岛 港人之蛋糕 我们女生的港人之蛋糕 好吃不上 再见 花好月圆 天长地久 幸福时刻 就喝横顺百花 花好月圆酒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由恒顺集团提供的 《恒顺百花酒花好月圆》系列 礼合一份 其实我在之前 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有过答案 两个人在一起旅行 在哪里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能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刚好是他恰恰 第一时间说出了这个观点 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 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 来咱们的《非诚勿扰》 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下一个男嘉宾 然后就为他带走了 所以说就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演员吧 当他从电梯里面出来的那一刹那 我就觉得 我的天哪 一定就是他 因为我正好是南京人 我觉得择食不如撞日 要不就立马一会儿 我们结束采访之后 带你去领略一下南京的风光 好不好 南京听说鸭血粉的汤很好吃 还有很多好吃的 是吗 我们收走就走吧 可以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觉得二号也很棒 二号非常勇敢 二号展现自己的个性 然后呢 当大家有一点点觉得太强势的时候 他马上又会收回 对的 然后刚才那段话也说得很好 虽然没有选择你 但是我们觉得 对你的印象非常好 我想说两句 就是在来上这个节目之前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主动过了 因为我四年没有谈恋爱 然后就是今天是很主动 但是你表达得非常好 因为就是工作上 其实我是蛮腰腔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我的内心 也是很小女人的 对 但是还是很替她们开心 挺好的 保持这个状态 很好 非常勇扰由恒顺香醋六年成 冠名播出 吃好醋选恒顺 传承182年国家级非仪酿制技艺 恒顺香醋纯酿造 非常勇扰由港容蒸蛋糕特别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特种兵生榨椰汁 品牌升级为苏萨生榨椰汁 请认准苏萨生榨椰汁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醋成香 爱恒远 吃好醋选恒顺的 沐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李逵来自南京 今年25岁 本嘉宾由随时随地 视频相亲的去约会APP提供 前面那个叫超强 这个叫李逵 都是猛人 他那样子好像柯南 我去哪儿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不要太辣 你不能吃辣 其实我是四串人 但是我感觉我来了南京之后 我被这个南京人同化了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 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点了一份农家小炒肉 里面有很多辣椒炒肉的 然后当时我夹了第一块辣椒 把我这个泪都流出来了 就辣出来了 他们就说 哇 你是四川人 你居然不能吃辣 我说这个辣椒肯定是变异了 不是我想要的 我再吃一块 结果我再加一块 哇 我真的很辣 真的很辣 后来我才发现 我好像真的是不能吃辣了 我来帮您问一下 台上的女士 特别爱吃辣的举手 看看 吃吧 多吧 都能吃辣 我认为这一拨和刚才爱喝酒的是同一拨 辣的嘛 你看 这口怎么办 王立军 你好 男嘉宾 我是七号王立军 就是我特别能吃辣 但是呢 我想要就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吃辣 我喜欢喂他吃 然后我会觉得很幸福 那你会迁就我吗 其实我对这个吃辣也不是说 一点辣都不能吃了 如果把我放回四川 我两天就能够调回来 朱睿 男嘉宾好 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吃辣 然后我也很喜欢吃川菜 平时在家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喜欢用 恒顺牌公报鸡丁调味料去做菜 它还原了经典的川菜风味 而且呢它一包里面是有两袋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人数 还有口味来调节它的这个用量 所以说的话它操作也很简单 也很好吃 我真的建议你去尝试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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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多试试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破坏弹幕礼仪 弹幕礼仪是什么礼仪 就是比如说有很多博主啊 他会发一些视频 在客观地呈现一些事实的时候 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 以自己的一些角度去恶意地评判呀 或者说进行人身攻击之类的 我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觉得不是太好 14号 男嘉宇你好 那我是不爱发弹幕的 但是我还蛮喜欢看弹幕 就好像有时候就一个人看电影 或者看电视剧嘛 就看到某个好笑的点 我觉得这个话好好笑 我看打开弹幕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讨论这个点 我要加入他们的讨论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非常支持的 陶芸汝 大家好 我是8号女生陶芸汝 今年23岁 是一位不太能吃辣的重庆妹子 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喜欢把弹幕关了 如果我是这种习惯的话 男嘉宾能接受吗 男嘉宾能接受吗 我看视频我一般也是关料的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李逵 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两国的流浪猫狗已经有十几只了 因为对动物的喜爱 大学毫不有意地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 本科获得国家奖学金 保研继续升兆 攻读临床受益学中受益方向 对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中受益 在动物身上实行针灸中药等治疗方法 也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两年前我开创了自己的自媒体频道 一方面主要是做受益专业的科普 但更多的是分享一些宠物方面的知识 大家好 我是说一回来 做视频两年了 被吹猫娘 狗娘推荐视频也被吹了两年 这几只比吹婚还离谱 你家的养宠安全隐患都排除了吗 宠物中毒了怎么办 最近很多很多反应就是说 给猫喂药 很快呢 就是想问一下我是怎么喂的 生活中的我 却不能像在镜头面前那样侃侃而谈 反而是有些腼腆 老师和朋友们都跟我交流过 我也决心改变 所以我开始滑滑板 学习创搭 向姐姐请教呼呼的技巧 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去年还参与了第一届世界青年兽医圆桌论坛 与世界各地的青年兽医探讨如何把互联网与兽医结合起来 未来我计划开一家自己的互联网动物医院 对我来说能和自己喜欢的宠物生活在一起 通过自己的所学能够让小动物更健康地生活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也是增加了知识 今天才知道猫猫狗狗看病也分终医习 是的 您这行是打哪开始起源的 可是一直就有呢 还是这些年新兴的一个 其实从远古时代就有了 从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 就有了 对 那个时候的中医不仅跟人医病 动物比如牛它生病的时候 它也会给它弄一些中药啊 或者针灸啊给它治疗 所以说其实在很久之前就有了 只是说大家没有在意这些 10号 大家好 我叫范浩然 今年22岁 来自郑州 我爱好运动 其中最喜欢的也最擅长的是高尔夫和羽毛球 然后呢男嘉宾的名字 让我有特别亲切的感觉 因为他叫李逵嘛 我的名字也比较雷人 浩然 嗯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 爷爷让我背唐诗三百首 第一首是春晓梦浩然 然后我不太会背 我就一直念浩然 浩然两个字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名字 如果第一首是李白的诗 我可能就叫泛白了 哦 所以我对男嘉宾特别有亲切感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男嘉宾 我看他的视频里有说 他会用心地去经营他的朋友圈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觉得这个朋友圈 它是一个展现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形象的一个地方 嗯 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就很负能量 他一天就发一些什么鸡汤之类的 就会让人看得比较不是那么友好 如果你每天也发一些积极乐观的东西的话 那别人看得也会比较开心 哪种属于比较积极乐观的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加油 我是最棒的 是不是这样的 这也太夸张了 这也太夸张了 太浮华了一点 对 就分享你的美美的照片呀 做饭呀 运动啊 看书呀 就可以了 我觉得 嗯 好的 22号 哎 三位老师您好 男嘉宾您好 我叫赵爽 是来自东北的这个姑娘 现在定居在南京 我从事的是这个园艺工作 然后也是自己创业型的 嗯 我就是想请教下来的男嘉宾 因为我不养宠物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钓毛钓得厉害 我想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反正钓毛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会在上面 比如铺一个罢单 传单 然后或者说你买一个 就是吸毛的机器定气给它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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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号 男嘉宾好 我有一只很可爱的猫 但它不太理我 除了它饿的时候 对于这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可以让它性格稍微一点 更开放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首先得先读懂一些 你这个猫的一些肢体语言 或者说一些声音语言 它这个情况 可能就是跟这个猫 这个本身的它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这个猫它本身就是比较一个 高冷的形象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办 你也不理它 15号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这次来 我把我的狗狗放到我邻居家寄养嘛 然后呢 它就拿那个染发膏 把我的狗染成一只老虎一样 它一条纹一条纹的那个身上 然后那个头 它是科技嘛 黄色的 然后现在变黑色了 说这黑色大老虎 我生气死了 那那个朋友 你跟他绝交了吗 那邻居怎么结交呢 因为我每次就是出门旅行啥的 我都得放他家呢 然后我想问这个 染发膏对我狗有没有伤害呢 这个也不好说 主要看你这个染发膏 主要是一些什么化学成分了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个有动物恐惧症的人 就是所有动物我都害怕 那你也会强迫我 比如说我不喜欢猫 你说你看这猫多可爱 你摸摸它 就是我不喜欢你 非要强迫我 这 不会的 如果你刚开始怕的话 我会选择就不养 不怕它带回家 不养 对 然后我也会带你去 比如说进来去 从屋医院看一看 或者带你去那个 从屋店看一看 多接触接触 让你感受这种氛围 我认为谈恋爱本身 也是学习恋爱的过程 大一的时候 在一个英语补习班 我遇见了一个 让我有好感的女生 我想多了解她一些 所以就会去问她一些 家庭的情况 但是这让她觉得我很物质 所以拒绝了我 其实我真的只是想 多再了解她一下 可她为什么会觉得我很物质呢 我真的很搞不明白 后来 我开始了一段 活着而又有遗憾的初恋 我们相处时 会经常互看对方的手机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更加的了解了 对方的交友圈 同时也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可能是我们共同的兴趣太少 一起约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最后我提出了分手 我最近一次恋爱是在去年 她是一名隔壁专业的同行 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也了解了彼此的情感经历 和未来规划 一个玄期的线上聊天 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假期去她的城市找她 我们约在了一个博物馆见面 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去咖啡馆就挺好的 可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去博物馆呢 后来逛着逛着两个人就分开了 她提前离开 有我一个人逛完了剩下的掌 和她分手之后 我也去请教过我的朋友 也去找了一些恋爱书记来看 想好好学习一下如何跟女生聊天 如何谈恋爱 有收获当然也有疑惑 四伍老师可以教教我吗 不要说我们三个有些问题啊 这女生也会教你的 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可以直接问她们 我有个问题就是 你们会如何跟男生建立话题 马雨哥 男嘉宾好 我觉得话题的话 你不能只去期待女生跟你去建立 因为女生想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因为你有段感情是因为没有话题而结束的嘛 你是不是可以多跟她交流一些宠物这方面的 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 1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如果说你想跟女生建立话题 你要先去了解她 知道喜欢什么 爱好什么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话题杆了 就好 比如说 你刚认识这个女生说 可以问她喜欢吃什么菜系 然后你们就可以进行相依博这样子去做 就是多了解就会有话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5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现在谈恋爱看五关和三关吧 你想更加了解你的前女友 为什么不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她的一些想法呢 为什么要就是先去了解她的家庭呢 刚开始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五六年前 可能那个时候我不太会 就是说跟她聊天 所以说我就想找一些话题嘛 然后就没想到搓到了这个 令人痛心的这个点上 所以说她就会觉得我比较物质之类 我来那个示范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看最后面灯呢是范浩然 然后范浩然在你上台的时候呢 她连续提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她对你是有兴趣的 然后呢如果说跟这样的女生交流呢 她说到过两点 比方说她说到她很害怕动物 你可以问她为什么 有些什么样的经历使她害怕的 而且她说她跟爷爷背诗 那么她爷爷可能给过她很多教育 从小念诗歌 你可以问问她的成长经历啊 就是在对方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去观察她 她什么点是她非常兴奋的 你可以接着问 什么点是她害怕的 你也可以去问她 这样的话 就是你持续地给对方关注 那就很容易找到 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还有个小细节是 经常可以多问自己为什么要 而不用问自己为什么不 我有注意到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 有一个女生约你 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在博物馆 然后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为什么是在博物馆 而不是在咖啡店呢 你的下一次的想法是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这种所谓方式 是以我为主导的 那你要把你所有的主语换成她 你要问她为什么要在博物馆 那延伸出来下一个问题 是不是她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那你在聊天的第一步 你可马上就会 你喜欢哪个朝代 你先把她的世界的门打开 然后再找跟你的世界的交接点 那就是撞出火花最容易的地方 所以你始终记住 换一个主语 不要把主语设作我 设作她试试看 可以 两位老师说的都很有道理 观察并且注意到 对方感兴趣的点 把话题 往对方感兴趣的点 往下进行 好吧 好 再见 我今天这个收获可能主要就是 刚才像那两位老师说了 以后呢 会多站在女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些 她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她们是怎么想的 而不是以我为主导 然后去想一些问题 比较优点是我比较喜欢挑战 然后呢 感觉我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我决定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 我会比较努力地把它去完成 我叫李葵 如果有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请联系我 范浩然 你觉得她身上哪个点你是喜欢呢 就是她的名字一开始很亲切 然后又加上我喜欢戴眼镜 比较绅士 斯文一点 但是我问她问题 她就是一直在讲自己的小猫小狗 又是我害怕的东西 就 太遗憾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对 problematic 甚至 host 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女嘉宾们好 我是张渊斌 今年25岁 来自福建漳州 现在在福建泉州工作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锅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去探索 城市的陌生角落 1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 找一些老城区 一些小旧楼 就特别喜欢阳光洒在它上面 就金灿灿的觉得好好看 然后就特别的舒服 舒心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泉州就是这种很多老房子 到处能感觉到那种老城的气息 对 我也喜欢阳光 喜欢帽 泉州还是个值得去的地方 是我国第56个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这个城市在宋元时代 是世界海上贸易的中心 它有几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我一说你们有可能就会有兴趣 它有个开元寺唐代的一个塔 开元寺她跟女生说 我去看什么唐代的塔 对女孩来说没有吸引力 但是我要跟你说 它那个地方离泉州不远 有一个宠武的古城的海边 是中国最美的海岸线 你们可以去看看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惠安女 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民俗 就在宠武古城那边 戴一个斗笠 上身的衣服很小很紧的 那种上身衣服 下面的裤子非常肥大 这不是我们今天男嘉宾的服装风格吗 他是惠安男 所以你去了解一下 泉州有好多地方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他包括还有一个叫青园山吗 是 那个地方有中国现存最大 也是历史最久远的 一个老子的雕像 就这个 切了一排字 叫老子天下第一 23号 男嘉宾 你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23号女生李翠怡 目前在三亚从事展会项目的工作 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就是算小的批号吧 我喜欢站到城市的最高点去探索 就是不知道男嘉宾会不会恐高呢 完全不恐高 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以前没有接触过那种过山车的时候 然后我很怕 但是当我第一次玩过山车的时候 我连着去了三次 哦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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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享受那种感觉 就会上瘾 然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种蹦极 我就发现我站上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视野都开阔了 那种感觉我觉得挺棒的 那刚好我也特别喜欢玩刺激的游戏 是吗 是的 你说的城市最高点它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山 一种是建筑 站到城市就是比如说一些特别高的高楼大厦 在楼顶上面往下看 15号 广州最高的地方叫什么 小蛮腰 但是男嘉宾我也是特别喜欢一些七级的运动的 七级 四级 刷刷 然后呢 我是去那个中国澳门嘛 澳门塔 然后我从那跳下来 然后300多米 你那个跳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挺爽的 就是下去那一瞬间就是有点抛空了 什么烦恼都忘记 对 失众的感觉就很奇妙 就感觉什么都不用想了 就体验那种快感就可以了 我感觉你的说话速度 比别人在空中时间会长一些 你落地的会慢一些 就是说我说得慢吗 那你说广东话会不会说得很快 我讲粤语的时候就正常点 这个就对了 他是一直在想这个很多词 所以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就是粤语去的人 他们就特别愿意回到本土呢 这个跟交流有关系 是的 像他们这样跟东北那些哥们说话 能把他累死 不会的 我就是每个地方的方言 我都会学一下 你说东北话 东北话 东北话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别说还可以 咱们去录串呗 四川话我也会说 就是一杆桌子 就是我语言天赋还是挺好的 是吗 显而易见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在吃到好吃的时候 忘记我 24号 那如果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 我吃到好吃的 把照片发给你说 我们下次一起来吃 这也不算忘记吧 可以 说明你还在想我 其实你是想让对方 时时刻刻记着你 对 因为生活中 其实能够体现爱 就能从这些小细节中体现 10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是因为之前谈的女朋友 他们说完吃饭就不理你了 还是怎么了 会让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疑问 对 因为之前我遇到那一个 他总感觉就不是很关心 因为他可能吃的时候 可能太忙了吧 当我知道的时候 那包零食已经被吃光了 我听到过很多分手的原因 我也听到很多人希望被关心 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 但是说到吃美食吧 把他忘了 为什么听上去有点好笑呢 因为他有一点喜剧感 是因为他把他的痛苦 建立在别人的快乐基础之上 就对方有个人很开心的时候 忘了他 他反而很痛苦 但这个痛苦底色又很快乐 然后我一听呢 两个人是为了抢东西吃分手 这个很像小朋友 我女儿如果有个很好吃的冰棍 我说让我咬一口 我咬大了他就会哭 那我想问你 你小时候是不是很多人给你抢吃的 那倒没有 就是小时候家里还挺疼我的 然后我有四个姐姐 你看看 四个姐姐可能都让着她 突然来了一个女的跟她抢吃的 换我也受不了 跟她谈恋爱 跟她谈恋爱 千万注意 不要抢吃的 你们有没有跟前男友抢过东西吃 三号 你好 男嘉宾 我觉得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你好帅 谢谢 然后呢 我觉得美食呢 跟心爱的人一起吃 肯定会加倍的美味 然后 其实我本身也是很爱吃东西的 尤其你长得这么帅 我肯定要跟你吃饭 我要多吃几碗饭 但是 刚刚你已经说了 就你跟你前任的那个分享嘛 所以 我会把好吃的都让给你 然后请你多关注下我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工作 交友 恋爱 但事实上 你的生活更多的是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住 我叫张淵斌 曾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一个人看直播 一个人做直播 我知道享受孤独 是成长的必修课 但我厌倦了这样的日子 所以搬进了 朋友推荐的盒子社区 在这里 孤独穿上了隐身衣 这个盒子 就是我的家 一张温暖的床 下面是储物空间 右边是我的办公桌 我通过做服务管理工作 抵消了我的房租 也在这里 结交了一群可爱的朋友 对啊 她 是武剧基站设计师 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搬到了这里 经常教我打游戏 她教得非常认真 攻略里面 一套一套的 真的超级认真 她 是米其林大厨 经常给我们做一些 从未见过的美味料理 每天不同的菜系 川菜 月菜 拧菜 我已经吃胖了好几斤了 不是很烂 还有他们 我们一起开办画展 一起开周末的电影派对 一起见证别人的幸福 累了就回到自己的小盒子 与世隔绝 在群居的生活 和私人世界中 自由切换 每天都充斥着 未知和快乐 我希望给身边的人 带来快乐 会跟小朋友 比谁搬得更像卡通大拿 会随时和家人 一起无事都乐 会抄起手边的道具 和朋友们放肆玩乐 我觉得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就让我们开开心心地 过好每一天吧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现在就是感觉 生活在这种群居生活下 很开心 很热闹 那假设说 有一天你谈恋爱了 那你会选择和你的女朋友 另一半 共同地就生活在这个氛围里面 还是说你们俩 会选择就是脱离出来 成立一个小的环境 小家庭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但是盒子社区它的目的 其实不是为了 让所有人变成这种生活模式 而是给有需要的人 多一种选择 那当然如果你更喜欢 当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 传统一年生活 我也是很愿意去参考你的意见的 然后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爱情也是 都是在一次次的沟通交流中 达成了共识 之前有一年有一个跨年的演讲探讨 当时话题是说 2050年的青年生活 然后现场就探讨出一个形态 说应该是一个移动胶囊的形态 然后在每一个城市 会有一些基础建设 我当时听到盒子的时候我就在想 比我们想的可能要来得更早 这个盒子就是一个胶囊的雏形了 只不过它现在不能移动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块一块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盒子 是一种集装箱式的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盒子 直接便携式地运到另一个地方 而开始另一个生活 变成了一种每一个城市 住三个月的短居 但同时你所有的行李 都在你的盒子里 上车搬过去 落地 而且它全国范围内 能这样流动起来 这就跟我们当时畅想的未来 已经非常激进 所以今天我还在泉州 明天我可能到了广州 没错 因为广州也有这样的基地 你打开以后 哇 这是广州 而对于很多网店店主 互联网的这种 自媒体拍摄的博主 携手 他完全不受工作地的约束 所以到另一个城市 他会活得非常好 而且这样他大概十年的时间 会把大半个中国式 居住式的体验一遍 那这种生活 非常值得期待了 她的这个生活场景很有意思 有没有女生有过 类似的生活体验的 3号 你好 又是我 就是因为我看你特别喜欢她 我才问你 好吧 但是我还是很紧张 是这样子的 就是男嘉宾您的那个VCR之前呢 是说你之前都是一个人旅行 我也是 然后我一个人打卡了十几个国家 现在呢我也想跟你一样 有那种群居生活 所以我就抱了一个义工旅行 你可以去那个地方旅行 但同时呢你做公益 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跟你挺有共同话题 这个义工我当时也报名了 然后我也挺想去的 比如说去西藏啊 然后那些新疆啊 然后做义工嘛 虽然后面没有选上我 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那种生活的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下一次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义工旅行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城市呢 国内的话 国内 我现在想挺想去 去一次西藏啊 或者就是北边一点的 内蒙古也行 我也是 他说他很紧张 我觉得他很会说话 大家注意到细节没有 如果我下次邀请你 我们一起去做义工旅行 去哪个城市 不太会说的是 我下次如果邀请你去 你愿意吗 他连愿意都不用问 就莫认为你同意了 我们只是商量去哪里 这就相当于说 如果以后我们要孩子的话 你想要几个孩子呢 1号 男嘉宾 你好 请问一下 一般你一个人旅行 你都会去哪些城市呢 就有适合一个人旅行的一些地方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就一般我是网上刷刷 然后朋友圈刷刷 看到我好漂亮 我就赶紧去买机票 我就过去吧 我推荐你去丽江 那里有一个开民宿的兄弟强哥 他们是同一届的 还可能打点折 对不对 丽江确实挺不错 对 我推荐你去丽江 可以在那边 他要去 他刚刚就去了 也可以来泉州感受一下古城文化的氛围 你可以带我玩吗 去哪里 可以啊 我可以带你去逛逛我们很多古建筑 你已经很忙了 刚才答应那个去 去内蒙和西藏 我们一起带你玩 我们一起带你玩 我们先带你去泉州玩一下 然后 我们他这么带他 他马上就以女主人的身份 开始邀请了是吧 要不然这样吧 你们三个人去旅行 最后看他跟谁回去 你觉得呢 太拥挤了 两个人就好了 都是三个人 先商量一下嘛 就是 再商量 商量 我先问一下 还有没有人想加入这个团队的 现在名额有限 王文文 你想加入一下这个团吗 旅选团 人多热闹 四个人还能一起打开 不会三缺一 我很想问最多能接受多少个人 还有报名的 还有报名的 那我觉得 十几个应该是没问题 他刚才问一个我想说一个24个 我以为他会说 那就24个都去呗 他要说24个都去 我说建不建议再带三个去服务的 都24个了27个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没有好好回应 各点好的人 他就会离开 牛奶记得喝哦 好 谢谢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会陪着我一起去看海 我随后说的每个小心愿 他都会帮我实现 但因为第一次谈恋爱 少显被动的我 只会用谢谢回应他的好 我把他弄丢了 我把他弄丢了 不过我当时真的不太会谈恋爱 很多事情 都会帮我当时 如果好好回应的话 或许他的感受会好很多 他离开的那一刻 我才醒悟 我决定勇敢挽回 我花一个月的时间 计划找他复合 不过 见面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唱什么歌 但正当我们见面 他却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理解 如果他真的已经不爱我了 我不应该再纠缠 所以我离开他的生活 有可能你这次遇到的 就是你最好的男孩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 珍惜那个愿意陪着你 给你各种小信息的人 后来 遇到另一个女孩时 我对她格外的用心 会提前买好她购物车里的口红 会冲销制定她的旅行攻略 也会在朋友圈 分享我们的日常 她的每一个小心愿 我都会帮她实现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 会喜欢宣爱的 但是如果我的另一半 她喜欢这种形式 或许这也是算 爱情的一种仪式感 那我愿意给她这种仪式感 不过和她在一起 我最费解的是 她对我的双重标准 比如她知道我的手机密码 却从不告诉我她的密码 天天催我朋友圈西文爱 但她的朋友圈 却没有我一丝的痕迹 后来她的标准不断升级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现在我依旧会勇敢 全力以赴地去追求我的爱情 期待一个懂事善良 和双标的你 我们互相理解 慢慢相爱 以后慢慢回忆 三号你还有话要问她吗 我想说 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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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同学她也是福建泉州人 但是她每次讲都是福建 还有就是防护福都说得不太好 要不你来说一个防护福 防护福 我还可以再给你加一段 红凤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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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 我会去听你的想法 对我的看法 会去改进自己 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 其实我也这样 我觉得两个人谈感情 就是相互磨合 相互沟通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谢谢 15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说 你喜欢听女生的意见吗 要是那个女生 她的那个意见是你不喜欢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求你 穿个大红的衣服 你自己内心又不喜欢 那你会怎么样处理呢 我会进行先一次沟通 就是能不穿吧 那只在不行 那就穿吧 但是我会给你表示我的想法 就是其实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但是我会照你的方法去做 我就是说我要你 一定要穿 你也听我话是吗 会这样子 那要是我就是知道你不喜欢穿的 我下次还是要你穿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再次跟你沟通一下 就又答应我穿了是吧 但是我还是会给你表达我的想法 她说来说去只有我还是会表达我的想法 你也要她换呗 如果她非要让你换衣服 你就行 我就穿大红的 我给你指一件 我喜欢这个你也得换上 还能这样啊 她连前面那个双标她都能忍这么久 2号 哈喽 男嘉宾你好 然后就是刚微信案里面有看到 就是你女朋友分手之后 延迟了一个月找她复合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不能理解那种 爱不能及时回应的一件事情 就如果你不管见不见面 你可以发微信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视频 我觉得证明出来 对啊 有的哦 我打电话了 然后还是被拒绝了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话 还不如见一次面 所以我鼓起勇气去找她 那是我第一次勇敢地豁出去了 因为我特别是个被动的人 以前 但我现在不会了 我会学着自己去更加主动一点 那你能接受强势的人吗 可以啊 不要太过分就行 不要太过分就行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就你这个性格 你让他们想不过分都很难 他没碰到你这样子 就会一定会越来越过分 好 我很想问一问 你跟你那四个姐姐的相熟模式 就小时候被他们那个穿上的裙子 怪不得 所以你看 那个15号已经把话都逼到什么份上了 他说 那你要穿我就穿嘛 但是我会表达我的想法 我就想起有四个姐姐的男生 他一方面一定会被呵护得很好 但是在另一方面 这种相处模式 一定和他成年以后的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 有某种投射 你没有想过别人让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 你就简单地告诉他一句话 我不要 A 没有试过 因为我是那种在生活中 是比较在乎对方感受的 因为我怕拒绝他 他会不好的情绪 那你可以提出的 我很在乎你的感受 你要不要在乎一下我的感受 对 对吧 他每一个细胞都在诠释 什么叫被支配的恐惧 最后一个问题 福康会 是这样的男嘉宾 你说有四个姐姐 对 其实我也是做姐姐的 一般我弟弟在找女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我的眼睛 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 你的姐姐们会对女朋友的要求很高 我会告诉我姐姐 我现在找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至于他们喜不喜欢不重要 明白 很有意思 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的姐姐和他的相处模式 是你和你弟弟的相处模式的关系 你觉得O不OK 不OK 他跟他的弟弟的相处模式 好像和你和你姐姐的相处模式 不太一样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跟数量有关 如果姐姐只有一个姐姐的话 很容易形成一种独断的局面 但他有四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如果找个女朋友 得姐姐们达成共识的概率 就大幅降低 如果有四个姐姐都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他不可能活到成年 我想跟福岡会沟通的事情 这可能是你感觉的 这是你们爱的表达的方式 但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这对弟弟来讲 对他来讲是不是好事 你要知道强支配 就必然搭配一个强依赖 所以如果你们已经养成习惯了的话 他会是一个相当之强依赖的性格 所以这不是他找不找得到 一个好对象让你开心 是他只要合适他的 就一定让你不开心 因为这涉及到 他人生主权的转移 而你如果要避免 踏入那种悲剧的情况 你就一定要开始斩断 还有的一种情感的 这种连接关系 然后把他的主体性确立起来 明白 现在是六盏灯 上去面对四盏回来 这种连接关系 我可以帮他 叫我的选择 让我来 womb me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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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位 看打评 12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想和志同道合的爱人一起牵手看遍世间万千美好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你觉得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居寒 最理想的那个生活方式 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然后我眼里都是你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 然后还有就是 家人健康 有能力 好像就是这样 你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因为眼里都是你 所以你说的都是对的 就是恋爱脑的一个状态 淘曼 我希望我住的不要离我父母太远 但是也不要就是说住在一起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经常地和他们能有一个沟通和见面 李嘉欣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有点奇葩 比如说以后谈恋爱或者结婚 我希望就是双方的父母 让我们六个住在一块 就是一个大家情那种 李星蕊 我希望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完了之后 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希望那个人可以懂得浪漫 喜欢看日出日落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如果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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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男嘉宾 不好意思 我有点紧张 我会把好吃的都浪给你 期待一个懂事善良的人 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人 我就是那个懂事又善良的人 花好月圆 天长地久 幸福时刻就喝 恒顺百花花好月圆酒 恭喜男女嘉宾 我应该跟她以后生活 也会每天都充满阳光吧 所以我就确定了是她 因为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爱情是要双向吩咐才有意义 然后她刚才在台上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主动 也特别能够打动我 那你有想好我们下一次一公旅行去哪吗 都行啊 只要是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去哪都可以 那你要做好攻略哦 都交给我吧 这个选择我可以说 几乎90%是3号努力争取的结果 对 所有的女生里只有3号 最直白炙烈地告诉了她自我价值的肯定 从一开始说 我就喜欢你长的样子 是 到后来说 你到哪儿那个城市我也喜欢 甚至一度与女主人自居 男嘉宾你可以带我玩吗 我们一起带你玩 我们先带你去泉州玩一下 对有的男士来讲 过于直白是一种冒犯 但对他来讲他非常享受 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当时中间有一度说 那这个旅途能不能多几个人 然后他说多几个也可以 等那一瞬间我马上再看3号的反应 3号迅速有一个翻了一个白眼 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小吃醋 但又没有灭灯 意思就是我还给你留着 但是我很不开心 你怎么会想着跟别人一起去呢 我们俩去不好吗 这个度恰到好处 然后他就一看马上就笑了 这种小细节也很真实 很真实 所以1号还会去找他们一起玩吗 我就不去了吧 好的 祝他们幸福 恒顺乡租六年沉《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恒顺乡租六年沉《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节目最后 感谢恒顺乡租六年沉 对本节目的冠名 感谢港容真蛋糕特别播出 感谢至爱好礼苏萨生榨椰枝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区约会APP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 荔枝网 《非诚勿扰》 微信公众号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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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读音时间 再见 快乐周末不快乐 只有你陪我 都不想吃饭了 那可不行 心情不好 更需要美食 卡牢自己 那你帮我挑一个吧 真的是没胃口 麻婆豆腐吧 没胃口的时候 吃它准没错 好吧 那就这个吧 麻辣鲜香 色泽红亮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吃完嘴巴还有点麻麻的 像是被惊了一口似的 希望那个它快点出现 陪我一起吃麻婆豆腐 两个人吃一定更开心 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给你准备的声音惊喜 看蓝嘉宾 你觉得我的声音是你的惊喜吗 蛮OK的 我睡前会去听陈铭老师的言论 我妈也很喜欢陈铭老师 他们俩要走到一块儿 国际关系只有解决 谢谢 你不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凉了双目 超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大头 皮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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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る老师 剪刀 一切 老师